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显示加拿大的律师们在帮助犯罪分子洗钱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BC省律师协会称 多年来温哥华律师罗纳德·佩尔蒂埃一直在帮助诈骗者隐藏黑钱 据CTV新闻报道 法律协会法庭裁定 2014年至2018年期间 这位温哥华律师通过其信托账户转移了客户超过3100万元 并且他知道 这些客户正在被美国当局调查涉嫌操纵股票 担心警方可能在监听 他在18个月内购买了20部一次性手机 他在电子邮件地址中使用假名 如法庭裁决所述 他通过转移这些黑钱赚取了近90万元的法律费用 2023年11月 佩尔蒂埃成为BC省第一位因洗钱而被吊销执照的律师 法律协会法庭形容他的行为完全违背了律师应遵守的道德标准 但加拿大金融犯罪监管机构的一份报告显示 佩尔蒂埃并不是唯一一名参与洗钱的律师 加拿大金融交易和报告分析中心Fantrek2022年的报告发现 法律专业人员和律师事务所涉嫌广泛的可疑活动 包括与有组织犯罪团伙 毒贩和诈骗交易 Fantrek对2017年至2020年价值近220亿元的交易进行了分析 发现加拿大律师为有组织犯罪集团与外国银行和个人之间的交易提供便利 这些个人涉嫌通过购买房地产 汽车和奢侈品等高价值商品进行洗钱 调查新闻基金会通过信息获取法获得的这份报告表明 犯罪分子依靠加拿大律师通过房地产 设立空壳公司和信托账户来洗钱 这些都受到律师客户特权的保护 其中许多都是职业律师经常使用的合法金融活动 但报告称 他们也可用于转移黑钱和掩盖谁拥有什么 现有数据显示 律师很少应参与洗钱而受到刑事指控或被吊销执照 2024年Fantrack的一份报告称 一些关键推动者甚至与公开宣传洗钱服务的律师事务所有关 该文件称 法律专业人士在金融交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他们可以对更复杂或更精密的洗钱计划有独到的见解 报告的交易并不一定是任何犯罪的证据 而且Fantrack的报告也没有说明参与这些交易的律师是否被认为行为不当 与房地产经纪人或银行不同律师不受加拿大反洗钱法的约束 该法要求他们向Fantrack报告可疑交易 这意味着Fantrack研究律师的能力也受到了限制 因为他必须依赖第三方金融机构的报告 加拿大曾两次试图根据犯罪收益和恐怖主义融资法来保护律师举报 但律师们反对他们认为这样的法律会侵犯律师与客户之间的特权 并破坏他们的独立性 2015年加拿大律师协会赢得了最高法院的一场诉讼 该诉讼确认了联邦政府当时提出的立法构成了国家干涉律师对客户的忠诚义务 这些自律律师协会制定了旨在防止律师行业洗钱的规则 包括限制接受大额现金支付 以及要求律师查明客户财富的来源 省和地区法律赋予这些协会调查和惩戒不遵守规定的律师的权利 BC省律师协会和加拿大律师协会联合会均拒绝就此事接受采访 财政部长方惠兰的办公室拒绝接受采访 财政部也不愿意透露政府对此事的立场 财政部发言人表示 每个人都必须遵守法律 包括反恐法和反起钱法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可以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让我们来接着看第二条新闻 BC省府的一改多立法已经得到了大部分城市的响应 随着6月30日的大县即将到来 此前对一改多颇有不满的列治文市议会 也终于通过了新方案 允许列治文的独立屋地块进行一改多 建设3至4个单元 具体取决于土地的大小 土地面积超过3012平方英尺 则可以建设4套 如果土地面积大于3024平方英尺 且位于繁忙的公交站周边400米 那可以建设6套住宅 这个政策和BC省府的稍有出入 但最起码也是有在贯彻立法 列治文市政府即将修改条例 允许2.5万套独立屋住宅进行一改多 不过在一改多细则的投票上 还是有三名市议员投了反对票 分别是Gillanders Wolf和Day 其中议员Carol Day认为 列治文的一改多应该更加细化 比如假设土地面积相等的情况下 两层楼的独立屋允许建设三套新单元 三层楼的独立屋允许建设四套新单元 并且还鼓励建设纯出租单元 其实列治文市长马宝定一开始也支持Day的想法 通过我和建商的交谈 我发现建商对在独立屋土地上建设超过三套住房 并不太感兴趣 我非常担心如果所有独立屋土地都允许一改多 就没有回头路了 马宝定表示 而在上个月 马宝定的态度更是非常坚决 我们先要改善一些社区的基础设施 比如Stevenston社区的下水道需要升级 然后才能去增加社区的居住密度 列治文希望延长五年 并且就算执行也不能一刀切 第44号法案会伤害列治文的移居性 对其他城市也一样 我不知道其他市长是否打心眼里支持这一政策 列治文通过一改多 其实也能代表一部分主流民意 设计师Brad直言 列治文土地利用率太低 人们对独立屋过于追捧 我最近的17个客户 有16个是要购买建造独立屋 其实去过列治文的人都清楚 因为列治文土地不允许建造地下室 外加独立屋一般是横向排列 面宽很宽 纵深不深 且车库一般紧挨着主建筑 这就导致列治文土地的利用率较低 比如 明明一家人只需要3000平方英尺的空间 但却占据着6000、8000乃至上万平方英尺的土地 更何况 此前列治文还出现过大量的怪兽屋 列治文的房价在大温仅次于温西西温和本拿比温东不相上下 人们面临的居住压力是显而易见的 在一些本地人看来 列治文的独立屋太多太大 占据了太多好地段的土地 是该易改多了 然而 每天需要往返列治文三角洲 或者是列治文温哥华 列治文本拿比的通勤者 很快就会想到易改多的一大隐患 拥堵问题将更加的无解 91号公路 99号公路 Rais Baker Way Oak桥 奈桥 Quinsborough桥 原本就已经相当拥堵 而当列治文新增数万套住宅之后 岂不是更是堵上加堵了 那么和列治文规模房价风格比较相似的本拿比市 态度则和列治文截然不同 早早就响应了省府制定政策 并且市议会普遍认为 易改多是最优解 4月份的时候 本拿比制定了独立屋土地 四倍溶积率政策 允许建设四层高 40英尺的建筑 面积较大的地块 甚至可以建设四套新的独立屋 一至三个单位的项目 土地占比为40% 四个单位的项目 土地占比为45% 五至六个单位的项目 土地占比为50% 城市屋项目 土地占比55% 停车位要求也进行了更改 距离交通枢纽 400米的房屋 可以不设停车位 其他地区只需要确保 0.5个停车位 本拿比市议会还认为 目前现行的房屋土地政策 已经是1950年 1960年代的产物 早该有所变化 省府提出的一改多 会大大增加住房供应 重塑城市的未来 纵观BC省各大城市 对于一改多政策 有的支持 有的反对 有的不情不愿地通过 也有的至今还在纠结 毕竟每座城市的领导者 有着不同的决策 每座城市也有不同的现状 任何政策的推行 都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 西洁航空昨天收到了 其机械师工会发出的 第二次可能举行罢工的通知后 宣布取消了25趟航班 这家总部位于 卡尔加里的航空公司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飞机机械师兄弟协会 已向他们提供了 另一份罢工行动的通知 西洁航空表示 因此取消了 周四至周五之间的 约25趟航班 影响了大约3300名的乘客 西洁航空建议出行的客人 在前往机场之前 检查航班状态 请访问西洁航空的乘客 更新页面 了解有关航班的状态 旅行变更等更多信息 与此同时 飞机机械师兄弟协会 指责西洁航空 在未通知其谈判代表的情况下 对其提起诉讼 谈判代表正在与该航空公司 合作制定一项新的 集体谈判协议 工会表示 西洁航空关于罢工 将其自身和旅客 置于危险之中的声明 具有煽动性 并敦促西洁航空 花更多时间 与工会代表进行谈判 本月早些时候 工会成员 以压倒性多数投票 否决了一项暂定协议 并反对西洁航空的 仲裁请求 BC省西温哥华警察局表示 因为一辆汽车 行驶在错误的方向 导致周三深夜 发生了车辆相撞事故 已造成两人死亡 警方称 事件发生在周三晚上 11点40分左右 一辆车在西港路附近 在西行行车道上 向东行驶 造成了正面碰撞 西温警察局周四上午表示 这起事故导致两人惨死 其余乘客被送往医院 警方暂时关闭了西港路附近 考尔菲尔德大道出口处的 1号高速公路西行 导致周四早上交通大乱 上午8点45分后 高速公路重新开放 但整个西温北温交通 严重拥堵 往渡轮的航班 也受到了大量的影响 综合碰撞分析和重建服务部门 正在调查 警方称 西温哥华警察局 向受影响者的家人和朋友 致以最深切的哀悼 并感谢西温哥华公众的 耐心与合作 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称 他们在晚上11点45分 接到报案 关于1号高速公路上发生的一起机动车事故 七辆救护车配备初级护理和高级护理人员 以及一名主管到达现场 护理人员提供了紧急医疗救治 并将三名患者送往医院 因为通往马蹄帆 渡轮码头的通道 一夜之间被封锁 而高速公路也被关闭 BC表示 由于事故 船员无法上班 出发至奶奶某的船只 能无法按时起航 早上6点半的船只被推迟到8点半才离开 其后的航班也大约要延迟一个半小时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